每日一字的观众朋友您好,今天我要介绍给您的是一个肖字,肖父从宫的肖。 肖字的国语注音是,西腰肖一声肖。 肖一声肖。 肖字的本意是指木根的空洞而言,后来凡是中间空虚的都叫肖。 想饥饿是因为肚子里没有食物,所以叫做肖父。 范城大厨业感怀失友,宝物合成旧肖父的句子。 至于肖父从宫,是说一个人饿着肚子还在替公家做事情,这种人可算得上是负责尽职了。 不过肖父也可以用来表示没有学问,因此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呢,要看上下文的意思来决定它的意义。 肖这个字平常不多见,常有人把它念成了拐字,以至于肖父从宫变成了拐父从宫。 其实肖汉拐是两个不同的字,拐字的国语注音是割崖拐三生拐。 拐是老年人所用的主杖,又叫拐杖。 神话中八仙礼的铁拐礼所组的,据说是西王母所赐的一根铁拐,所以又叫拐仙。 不过用到这个拐字的国语注音也是割崖拐三生拐,它的本意是以诈述来诱取人口或财物而言。 所以拐字就是骗子,而骗取财物或人口的行为就叫做拐骗或拐带。 拐又当转折,弯曲讲,所以转弯也就叫拐弯,而走路不方便,则叫一拐一拐。 不过在专职主杖而言的时候,是可以和木部的拐字通用的。 最后要提醒您的是,肖腹不可以念成拐腹,而拐字的右偏旁是从口、从刀,而不是从口、从力的拎字。 在写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